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继续回到直播时间,我是叶不乐 这次我们会继续汇同要塞证券研究部股级分析员源自喜Harry KKKing中港股市市况,Harry你好 见到本地地产股方面,有很多大妈傻佬增持自己股份 李兆基一直在增持,最新公布了,他们都刚刚增持了 连黄志祥进和前方的主席都加入增持的行列 似乎他们都对用脚告诉投资者,他们对自己公司的股份充满信心 如果看本地地产股,大家对增持的消息的感觉和看法上不是太特别的消息 我会觉得主要影响本地市场的本地地产股来说 是看一些星期六或者星期日周末里面的孤售或者大家卖盘的情况 那么多盘推出来的时候,其实以每周的成交量方面都叫做有些惊喜在那里 看回本身,特别是在新地方面,其实都有一些 他们的天晋3A方面,其实都在继续出来的时候 对于本地地产股现阶段的股价表现上来说 暂时是有个支持在那里 但是我想本身李兆基都已经是 或者是黄志祥都不是第一次出来的 黄志祥就比较少一点的增持信和那方面 但是呢 李兆基近日都出了来很多次去增持他的股份 我想呢 他对于他自己本身,其实他的过程基少业来说 其实他的信心一向都有 每次记者访问他都说很有信心 其实呢 不是说有什么特别因素,令到他有一个增持的行动 所以呢 现阶段来说,对于本地地产股 纯粹以大妈沙自己一个出来的增持 未必对股价有一个很启示性的作用 我会觉得大家不如看看本身 每个星期的一些本身的烧情 亦都要留意一件事 就是这个星期大家也在看联署局的一些意识会议的结果 究竟呢,会不会说在那个加息的时间表上面 在那个色述上面 就是一段时间这几个字眼上来说 会不会说delete了 而没有了这些字眼来说 对于大家的加息的预期又会出回来 以本身本地地产股 一向都是一些比较适合敏感的股份 可能会有些震荡 所以就算说 今个星期的这个星期 销程做得几好也好 我会觉得大家不要一边看得那么进取 我始终会觉得有些风险 不见到 清言提出说 本周地产股 都被这个加息因素困扰 但见到好像大围站项目 刚刚截了标 见到有19家发展商投标 当中不乏一些中二线 或者中营这些上市公司 地产商 好像英皇国际 来生发展 新世界 泛海 九龙建业 等等这些公司 似乎中小营地产商对本港这一个楼市 依然很拥有参与这件事 你觉得是否始终 大家都会觉得政府 锐意增加供应 他们还会有这个发展空间 现在现阶段来说 发展商对于本身 投地 或者入标来说 那个意欲上 不是那么进取 我会觉得 始终 大家都在看 楼市 有很多不明朗因素 在 上周 刚刚我们见到 新鸿基地产 出来的 业绩发布会 里面 各事兄弟 都已经 说明 他们完全 分析不到 究竟 明年 可能同期 的时候 究竟 楼价是升 还是跌 所以 大围站 的项目 其实本身对于他们的 入标的 成本上来说 相当之高 相当多限制的 入标 其实 虽然说 都是铁铁站上盖 需求会很厉害 但是 成本方面 依然都是不低的 项目 所以 本身 其实市场来说 虽然见到 今次港铁已经收了 这么多份 正如Fillers所说 都很多份的标书 最终出来的结果 会是怎样 这个 亦都会令到大家 引证同区的 二手楼楼价 的表现 对于地产股来说 除非 本身 正如Fillers所说 一些比较 冷门的地产商 得到 个别 如果中标 那间地产商的股价 会有点刺激 但如果都是 一些比较大的 发泄商中标 我会觉得 股价 会是 比较中性 消息 所以 近段时间 入标 无论大小 我们见到 开始有一些 大家所熟悉的 二线的地产商 都会入标 这跟 本身 不同的 大型的地产商 入标意欲 开始 减低 有关 所以 对于 对于 这类别的 地产商来说 股价表现 可能会有短暂的消息 去刺激 但是 如果这样 如果我是一个投资者 有不资金 这样去买的话 相当之难 好 我们之后 转一转 来看国内政策 见到国务院 最新发布了 东北振兴经济计划 预期未来几年投资 会有1万亿人民币 参与的央记 其实已经不少 包括中移动 中石油、中石化等等 这些国家级的央记 参与下去 见到这个消息公布了出来之后 相关地区的股份 似乎变动 不是那么大 其实市场 是不是等 准一步消息落实 才知道 资金应该追捧 哪一类型的股份 如果你说 对于 这个东北的 振兴计划 其实 国内也在搞 说 辽宁省 或者哈尔滨 这些 本身的地区来说 所作动用的资金 好像很多 但是 以我们去看 相关的股份来说 其实 本身的股价变动 又不是那么大 现在 極其量 我都见过 本身 大连港这些股份 可能会有 刺激 先前 亦都有一些 比如说 港口的 或者是 相关的 改革措施 刺激到股价上去 但是 如果你说 看 本身 相关的股份 对于 比如说 在本地市场来说 数量 不是很多 因为如果你说 投资者 他真是 看回 因为现在 国务院要有一个 新一轮的东北经济 振兴 一万亿 下去 其实 本身如果你纯粹以地区 或者是 股份的名字 去买下去 风险都相当之大 比如说 我们说的 哈尔滨电器 或是 东北电器 如果你说 因为这个 东北的振兴计划 你买在哈尔滨银行 我觉得 其实 风险挺高 也挺笼统 因为 东北振兴计划 现阶段来说 邀请了很多 央企 大家所熟悉的 本身 中石化 中石油 中国移动 向来 这些股份 比较大间的公司 对于个别地区 郑兴计划的股价的敏感度来说 相当之低 所以 对于 比如说 特别 如果 中央说到要振兴 天津 比如说我们要 成为了北京的后花园 要更多的发展 丢多一万亿 你个别去买天津发展 可能会令股价有机会 有些刺激力度 但是整个东北来说 所涉及的范围相当之多 而 这次所发布的计划 都是比较规划性质 所以说 十步里面 可能是第一步 所以 你问我本身的细节方面 其实详细 我们看到 比如说有些科学的布局 有些企业自主的改革 其实都是一些暂时 一些口号式的定案 所以对于 大家都知道 中央要 对央企上有很多改革 但是实际的措施 对于个别的企业来说 可能大家投资者 都觉得 想得比较远一点 所以 现阶段来说 我会觉得 比如说 中央企业 要参与东北里面的投资 可能有些固定资产的投资 有1.9万亿 人民币 对于大家来说 已经是一些 不是新鲜事 第一次 其实我们上周 都听过类似的消息 所以相关股份来说 我觉得刺激作用 不会这么大 但是如果这么说 市场或者投资者 应该将这个政策 解读为其中一个 振兴经济 或者刺激经济的方案 如果你说刺激经济方案来说 我想对于 市场的 看法上来说 未必完全戒正是 因为 现阶段来说 本身 比如说 国务院 发布这些 经济计划 1.9万亿 我们也不太知道 时间 是多久 譬如说是一个 13.5的规划 亦或是个别 对于企业上来说 我们未来要发布 东北的振兴计划 麻烦你们这几个 央企帮忙去搞 这个究竟是一个 中央的 牵头 本身的一个计划 亦或是 按指令 需要一些 央企去参与 这个其实市场 也是在阅读 我会觉得 本身对于 整个改革的路程来说 需要一些比较实质 少少的 细节出来 才会见到 相关的股份 股价有机会 会上升 明白 似乎 东北振兴的话 要看看更多其他细节 相关政策 实质的具体操作 是怎样 才可以知道 究竟哪些股份 会受惠 这一节 好多谢Harry 为我们分析了事况 刚才提过的 相关股份 有哪些持有 没有 好 这次时间来到这里 稍后我们会继续 看其他股份焦点 千万不要走开